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推薦一下Netflix最近好看的劇集給大家看 而這些也是我自己看過的心得 本來我打算自己可以早點出這條影片 但沒想過有無數的 宣課, assignment, weekly quiz, presentation, interview等等等等的東西 令到我暫時才出這條影片 不過這些這麼繁忙的事情 都是阻擋不了我追劇的心 如果在看這條影片的大家還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按下面紅色的訂閱鍵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加上like我的影片 好啦,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了 首先第一部影片就是 最近在Netflix排隊香港榜首的 李氏朝鮮 其實它現在改了名字叫做 司戰朝鮮 它改名的原因是 李氏朝鮮本身是屬於朝鮮半島的最後一個王朝 它是比日本人統治的時候的一個稱號 故此韓國人覺得它是帶一個貶義的成分 再加上它因為為了迎合喪屍這個題材 它就用了李氏朝鮮 令韓國人更加覺得Netflix是貶低的韓國人 所以最終迫與無奈之下 就改了名字叫司戰朝鮮 究竟這套劇是說什麼的呢? 其實是由朱智芬飾演的一個主角 李氏是該國時代的一個王世子 他就被人通知說自己的父皇 也就是那時候的皇帝 就因為患了頭瘡而拒絕接見所有人 除了他最新取回來的一個娘娘 他因為多次被人拒絕 覺得有不妥 他就開始調查宮裡面的一個秘密 最後就發現了在全國引致了一個 出現了一個耗人血 喜歡吃人肉的一個喪屍病毒 整套劇最精彩的地方 當然是喪屍的演技 他們是逼真的程度 令我們不能之覺得情節很緊湊 而且也充滿了刺激感 再加上這套劇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看的地方 就是往往我們以為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其實他都很快就會去領便當 也真的死了 例如跟在太子旁邊的那個武將 他叫做阿武英 其實我本來想他應該是一個長期陪伴著王太子的一個角色 但想不到他最終也是死了 這個是劇頭部份 其實我覺得Kingdoms 即是李斯朝鮮或是斯戰朝鮮 這套劇也挺諷刺的 因為當你們看下去 如果還沒看的話 就看看聽不聽我說 因為當在這套劇 隨著劇集的播放 你就會發現原來喪絲製造出來的真相 是屬於人為製造的原因 那想回我們現在發生的事 其實很多的天災人物 其實都是人類的貪心 為了他們的慾望而製造出來 所以其實都某程度上是一個自取滅亡的行為 這套劇呢 就是Netflix原創的第一部韓國劇 他現在已經有兩季 也即將開拍第三季 他也沿用了美劇的傳統特色 就是分了很多不同的季 也就是很多不同的季 但他這套劇的特點就是 他每一季只有六集 所以等於你看完兩季 其實都是12集 是比起一般的劇集少很多 所以期待這套劇的劇 要等很久才有第13集 來到我們的第二套劇 第二套劇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套Netflix原創劇集 那套劇就叫做《雙塵公寓東京》 《雙塵公寓東京》是2019-2020的系列 他之前也推出了很多不同的系列 例如《Hawaii》、《興井集》等等 這套劇是說什麼呢 就是三男三女的日本人 入住了在一棟的公寓中 而我們就值得去觀察他們的生活模式 或者處事態度 甚至最重要的是愛情的發展和互動 這套劇除了會拍攝他們六個之外 也有一群嘉賓 而那群嘉賓也像我們一樣 他們坐在一個空間裡 透過觀察他們的活動 揣摩他們的心態 甚至套租他們的行為 其實這套劇是日本的真人秀 其實他除了在日本之外 在亞洲不同的地方都有類似的影集 例如中國大陸的心動的訊號 或者韓國的Hat Signal 我本身就知道 心動的訊號其實是韓國的Hat Signal的一個改版 但我後來檢查過之後 才發現原來日本這一套 是比起韓國和中國還要更早開始的 所以可以說是這一種節目的一個原組 那如果 因為我還沒看韓國的Hat Signal 但我有看到中國的心動的訊號 那如果要比較一下Netflix原創的這套 雙城公寓和中國版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日本的這個系列是比較真實的 怎樣為真實呢 就是中國版的心動的訊號 是有很多節目組的一些命令 或者可以有一個指示 他們會去每一些活動 是指定給那群男女去做的 但日本這個相對上是沒有這些行動 或者應該說我們見不到 或者他們沒有剪輯出來 所以比較上我們看到的就是 真的是他們每一天生活的一個模式 而其次就是他們入住的時數 在節目裡面 雖然我們暫時 這套雙城公寓東京只是 播放了兩季 而兩套加起來是有24集的 但其實整個入住時數已經超過了3個月以上 反之中國那一套 他們的入住時數比較少 而且他們是固定了男女的一個嘉賓 而不會去轉變任何嘉賓 而日本那個呢 我們可以看到是有人離開 也有新甲的成員 去直接觀察不同的人的一些互動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有趣的 那這一套雙城公寓東京 為什麼可以吸引到我呢 除了是因為他們每一個的顏值都超高之外 也是因為他們的一些人生觀 甚至一些是價值觀 都是我覺得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當中呢 其實每一個的人物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那當中也有一些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例如是西野入流街 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入住者 那我最驚訝的是 他的夢想是想做超人 就是做Marvels的一些超人 那當時所有入住者都聽到 都以為他搞笑 但後來他們發現 他真的抱著這個夢想 而同的入住者也有嘗試去疏導他 或者讓他提供一些不將來的實現的方向 或者一些人生的建議 而為什麼我說這部電影真實呢 還有一點就是因為 另外的一個男入住者 他的名字叫吉遠見斯 他就是一個樂團的主唱 那他真實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了 他經常穿著自己樂團的T恤 很容易就可以想到 其實他是藉著上這個節目 想去為他的樂團增加名氣 那這部電影的好消息是什麼呢 這部真人show 即將在4月14日上映第三季了 而我剛才說的一些入住者 其實已經離開了這間公寓 那現在是有一些新的入住者 進來住 而他們的互動也是非常有趣的 第三套我要推薦的Netflix原創劇集 就是《愛的迫幹》 其實我最初聽的時候 相信大家聽這個名字 都會覺得非常老套 非常老套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中文的譯名 直接是在韓國的原名裡面翻譯回來的 那韓國的原名就叫 沙拉伊佩斯澤 那沙拉伊就是愛情愛的 而佩斯澤就是迫幹的意思 那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這個名字 不可以說是一些 翻譯者的一些老套名稱 而因為他是直譯過來的 那這部電影呢 我們在香港也是深受少女 甚至是一些媽媽的歡迎 那所謂 《橋不怕救最緊要手》 那這部電影為什麼 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令我們的少女心 爆棚 那故事呢 就是講一個南韓的女富豪 降落了在北韓裡面 認識了北韓軍官的一個愛情故事 那單單是愛情橋段 當然是不足夠成為我們一家人柴魚飯後的話題 那它除了南韓的富二代 還有其他幾條線去並行 包括南韓才國爭奪繼承權的分支 北韓軍方黑幕的這條線 所以整部電影除了感情線非常突出之外 也非常有懸疑感 相信就算不喜歡看少女劇的 你也一定會喜歡看 第四套劇就是 《Riverdale河谷鎮》 這套劇就是和《Stranger Things》 我覺得有點相似的 在一個美國的小鎮裡發生的 這套劇就是高中心發生的 一些懸疑劇集 整套劇就是圍繞著河谷鎮的一些 神秘事件 它現在已經有四季了 那和一般美劇 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 它也有非常多的角色 而且是有錯綜複雜的關係 無論是愛情 甚至是家庭 往往都有一些令我們出乎意料的 一些反轉劇情 《河谷鎮》這套劇本身是 改編自1941年的 美國連載漫畫 阿奇漫畫 整套劇最主要是圍繞著 一些神秘和兇殺案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看 究竟一堆的美國高中生 是如何去解決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情 這一套劇 其實相對於《Stranger Things》 和《Black Mirror》 都是沒有那麼受歡迎的 但我認為它真的是一套 值得我們去看的劇 所以大家有空的時候就可以去看看 第五套我要介紹的劇集 就是Netflix原創的韓國綜藝節目 中文叫做《Busted》 《明星來解迷》 我覺得這套劇的名字 這次真的翻譯的問題 令到它非常老套 《明星來解迷》 《明星來解迷》 韓文的原名叫做 《Pominin Parolo》 就是《犯人就是你》 所以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例如台灣等等的地方 都是叫做《犯人就是你》 比起《明星來解迷》 好很多了 這套劇就是 將一堆主持人 或者固定的嘉賓 他們飾演一個偵探的身份 然後去解案 這套劇的特點就是 它融入了在生活中 它安排了很多不同的NPC 令他們好像是真的生活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 從而去增加了整個綜藝的迫真性和現實感 它的主持陣容也非常龐大 以及非常之厲害 包括了韓國著名的NPC 劉在石 李光珠 朴文英 安在玉 金鐘敏 還有EXO的細芬和金細靜 看完之後當然每一個都很喜歡 因為它們真的很搞笑 我最近最喜歡的就是金鐘敏 因為金鐘敏 韓國仲藝也有出場 而它是由江甫東做主MC的大逃脫 那大逃脫中 這一套《犯人就是你》 也是非常相似的 逃脫性質的韓國仲藝節目 所以它們兩套都是我非常推薦的 那《犯人就是你》 目前已經有兩季了 它大概是一年一季 而第三季也確定了拍攝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而看這套劇的時候 大家盡量不要跳雜數來看 雖然它每一集都是一個獨立的劇情 例如它會有吸血鬼 有在島上逃脫等等 看起來好像沒有關係 但其實每一套 它們的人物都有一點關聯性 就好像剛才說 它們是一個現實生活的感覺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盡量由第一季的第一集開始順著看 你就可以明白背後陰謀的發生 第六套我要推薦的劇集 就是《100 Humans》 它的中文名叫《白類人生》 又或者是《白人社會實驗》 說到社會實驗 我就知道它是整個節目 它不是一套dramas 它是一套 都是類似真陽show 就是找了100個素人 美國分配在不同州的男女 以及分佈在不同的年齡層 包括二十幾至六十幾歲的 美國人去參與這個實驗 那他們實驗 主持人就設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他們想去找這個答案 而透過這100個人去幫他們 去拿一些statistic 去證明他們的一些推論 是不是正確 或者是否合理的現象 如果你是一個求之欲非常強的人 那非常推薦你看這部劇 因為它幫你解答了很多人生的種種問題 其中一條問題就是 Can good looks keep you out of gel? 就是生得好看 可不可以讓你可以免於這個刑罰 那答案呢 可以說是yes 因為我們透過實驗 就發現生得好看的人 比起生得不好看的人 在犯同一個罪行的時候 是可以獲得這個減刑 或者它所受的刑罰是比較輕的 那第二個我覺得大家會感到興趣的 就是Is the last name effect real? 它的last name effect 是說的是 在英文字幕裡面 我們往往很多時候次月 都是跟英文名字去排 就是聖士的第一個英文字幕 那通常C字的就是學好前 W 香港上見的姓黃的人士 通常都是排在最後的 那是否永遠去到最後的人 他受到的一些 呃 待遇是比較不公平的呢 就例如上班上台的時候 當姓黃的同學在最後上台的時候 他獲得的掌聲是否會最少呢 答案是no的 透過這個節目的一個調查 他們發現 其實無論你在開頭還是最後上台 除了last name effect 其實它是 波隊的掌聲是視乎你的人際關係 以及你的人格魅力而定 而是跟你的名字是沒有太大的關係的 這一套真人show 暫時就有8集 每一集都會根據不同的主題去設定了幾條的題目 那我剛剛說的兩條只是小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自行去看這套 Front 100 Humans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